屏東爆發了Delta病毒群聚感染 屏東方山方寮等地執行人 萬人大篩檢 一萬四千一百六十三人 PCR全是陰性 而方山封港以及善於兩村 從六月二十七號開始 停業四天全面篩檢 一號解封 但是多數村民跟商店 還是心有餘悉 不敢出門 也不敢營業 來到解封第四天的方山 街道上冷冷清清 一點也沒有週末 熱鬧的樣子 六月二十七號啟程 停止商業活動四天的 封港善於兩村 儘管村民已完成篩檢 打完疫苗 村莊也在一號解封了 但大家還是不敢出門 除了擔心病毒 也擔心其他人頭 以異樣眼光 不只民眾不敢出門 超商門口貼著公告 說七月九號才開始營業 明明解封了 許多商家還是自主延長停業 少數有開的店家成為當地村民 賴以為生的購物管道 平東英方山方寮爆發Delta病毒群聚感染 而啟動萬人大篩檢 三個專案共採檢一萬四千一百六十三人 PCR全是陰性 疑似為方山方寮之間傳染光劍的方寮醫院 仍持續停診清宵中 預計之後將分階段開放急診跟門診 但縣府表示目前尚未接獲指揮中心通知何時復診 記者陳煥宇 陳顯坤屏東報導